幸福好时光 今天请到我的好朋友吴若全 若全你好 淡如好 听众朋友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时间管理 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 是吴若全的新书 那里面有一篇呢 我很有感叫做 舍得花钱买时间 淡如你真的很有慧眼 因为里面有35个观念 那其实淡如在时间管理也是专家 之前也出过时间管理的书 但花钱买时间 这应该是我二三十年前开始跟你学的 因为你一直在强调这个重点 可是你知道一般当我们 我都选择我自己 跟自己类似的主题来聊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在自己经济能力各方面 可能还有一些考虑 有压力的时候 其实都很舍不得花钱买时间 可是就会把自己搞得更穷 其实小时候真的不得已 就是无少也见顾多能鄙视 就是我们其实那时候 做了很多细细小小的事情 就是看能不能省点钱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过程 可是你这本如果你针对大人或中年人 大人现在还会看书的都有一些疑郁 你心里就不要就说 我觉得很多人就到了年纪大之后 还是什么Q又缺 要费费又缺 我就不想要变那样的大人 所以你这招一定要学 是但有时候因为我们跟家人嘛 像我妈妈她是一个比较 她已经88岁了 她经历过二字世界大战那种 就是经济跟生活 非常这个愧疑 可是因为你爸爸还是老师 你知道我觉得你爸爸的知识水平 还有就是因为他当过老师 你妈也是老师啊 我妈是裁缝师 对对对 那我觉得担任过老师 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 他也许观念还会比较容易进化 也没有哦 没有吧 你等一下 反正我爸爸也不会听我的节目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说 其实那个跟教育程度也没关系 是一个观念问题 真的真的 就是在学历再高的人 也有他非常就是勤俭节俭的一面 但我觉得我妈就是 就是到现在还是讲不听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是很容易为了省一些小钱 然后就会花了大家更多的心力 这应该每个人的长辈都有这个例子 比如说 你说 你先说啊 先把这个书里面的例子举一下 就是通常嘛 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就是再送他去医院看诊 对 那医院看诊 我觉得当然有意义嘛 因为其实老实说啦 我也觉得我把他照顾的很好 那为什么 因为我都跟医生沟通 他这个礼拜的状况 血压的状况 血糖的状况 那你这样当然是确保医疗的品质 但很多朋友就说 你看你为了再送妈妈去医院 你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那我妈妈从26年前中风到离来到现在 真的我觉得大概98%的门诊都是我亲自带他去带他回来 包括复健这一些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太辛苦了 是 这就跟小孩 如果我坚持每一片尿布 都要自己换 都要自己换 但我在20年前 不然14年前就消失了 不会你会变成做尿布的专家 对你知道 我其实到北极也会去创业的 对对对 就会变成那个尿布很有创意的品牌 好那回来 那我后来当然也有一两次 真的很紧急的事情 那或者是一个很重要 必须要去赚钱的时候 那你知道跟我妈这种长辈沟通 就要跟她讲说 你爱跟鸡子鸡丁车 要做健身车 因为我这次去 这个收入可能是一两万哦 你不要为了那一两百块 你就舍不得做 对赶快把数据提出来 对对对 其实这就叫机会成本的衡量法 我告诉你哦 这说服得了他 对 你用这招跟我婆婆说话都一模一样啊 我跟妳讲 哪怕那次收入可能只有三千块 我就只要刚才你说有一万块 所以你要做健身 他就会听话 对 那你知道吗 这很有趣 他也不想让你断推 对对对对 两个人流落街头吧 我就流落不去啊 我们这个月的医药费可能就有困难了等等哦 后来我就 你知道我真的 我就是画好那个路线图 因为我怕有些司机 万一他不会用Google Map 然后我就写好说 因为有时候回家 我都有路线嘛 有时候走高架桥的时候 走什么 我就指定路线 因为有些上车司机不是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指定的路线吗 我就叫我妈妈拿出那张A4 还放在那个透明的文件夹里头给那个司机看 就你知道吗 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们也常常这样子 我大概知道多少钱 就那天回来我妈就把钱还给我 这样 就是给她的计人车钱 然后他就自己说 我心里面想说 哇你都舍不得坐电车的人 怎么会五块钱不用找呢 怎么会这么大方呢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那司机一上车 就说你儿子很友好 然后对你很照顾 他怎么知道他是无二权的人 他不知道 他就说你那个路线图啊什么 哇你的儿子真的是很孝顺 那我妈就方心大悦 这就是他要的嘛 对下车的时候就是295 五块钱直接给300 那我后来就 他心里也很开心 他心里也很开心 其实人对别人慷慨的时候 心里会开心的 真的 但被骗的那种就不叫慷慨 主动愿意付出 会让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 那有这个经验之后 我当然会觉得也很好 以后他就比较放心 在一些譬如说针酒 他不太需要跟医生沟通的 就是他可以自己去了 或是某一些附近 他可以自己去了 大概是这样 可是我后来 从那个花钱买时间 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当我会买到一些时间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仔细再回想起来就是 我妈妈为什么那么需要我去陪她 那时间是一个考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也许他觉得我能够给他比较多的安全感 自己家人在时候 去跟司机中就是不一样 那这个安全感这件事情 它就不是时间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就会更觉得有了这样的经验 那我愿意花这个我的时间 去换取他的安全感 因为那个东西是无价的 因为那个有一个附加价值 所以时间的考虑就是这样 这两个层次都是花钱买时间 甚至是你买到了 比时间更有价值的东西 叫做安全感 其实我花钱买时间的方式 也许你听了会觉得说 这个人态度不是很好 比如说我旁边的人 要再讨论一件事说 现在等于我有事情要再参照 那我会去先辨别你要商量什么 就是那个主体有多大 我也曾经阻止过 比如说我婆婆生病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她在讨论便当 你知道吗 就讨论一个可能一百块的便当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就马上阻止 虽然我不太礼貌是真的 我说这件事可不可以不要讲下去 因为我的人生不想讨论 一百块的便当 我觉得你就是 单我开给你 我觉得你因为在 再讲下去我受不了 不管你是不是长辈 第一个是你个性 第二个是你的工作的历练 到现在因为要做很多事情 又要管理公司 我觉得你也明快果决 而且我觉得这个沟通态度是好的 因为有些人他既不想听 又不耐烦 然后又白脸色 然后又不阻止人家继续讨论下去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这样 因为他工作很忙 那其他同事都很轻松 然后他们那些同事从早上十点半 就开始讨论中午要订来一家的便当 你知道吗 我很怕这个 然后他很忙 所以他越忙 然后越听到他在讨论便当的时候 他就越火大了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跟小婷说 我今天很晚买便当 他应该是不太会问我说 这个110 那个120 请问你要吃哪个 直接定鸡腿变胆 我会有点火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不要讨论这个小小的事情 对不对 那可是有些人一件事情 就他可以讨论一个钟头 都不关于这个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幸福好时光 这是吴有全的新书 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 其实你妈妈算是还散结人意的 我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像我婆婆 她都一直在等 当然她旁边有很多退休人力 等人家要去哪里 就一定要人家载 那有时候也会用到我们公司的司机 其实有一阵子 她要去某个医院 看诊的时候 那么万一没有人载她呢 我就帮她把那个55688里面有储值 我就帮她 请秘书帮她储值了几千块 然后也教会她用 但是她始终那三千块 一直都还躺在那里 因为她觉得那个就是花钱 我下次也来跟她说 你不花 一年内就没收 类似这一种 这样他们就会听 否则他们不会估 大部分时间不会估机会成本 他会觉得说 就都来用你 可是比如说她用我的司机好了 但我司机也要载 那个小孩 也要载我 就变成一整天 她重要的事情就不能做 那你觉得好像很省钱 其实整个是很花钱的 其实所有 这个省小钱花大钱的事件 都是这样产生的 就是你辛辛苦苦 就为了 搁当地度 就是去省一点点的小钱 到最后你就是花更多的钱 其实我做过这种蠢事 那有一阵子啊 就是虽然就是要载小孩去上学 但我的车坏了 还没有别的车 于是呢 我就跟朋友借车 你看这敢借你车的朋友 一定是有很多部车 而且呢 他应该是本来有很慷慨的那种人 但我跟他借车 你知道那部车我等一下在 你一定猜得出是什么 那个 那部车很大台 他说这个给你载小孩一定很安全 但是我家小孩当时是去 快靠近桃园的一个地方上课的 一天呢 后来我过了一个月才看到 一天的邮费高达三千块 你有沒有觉得 我干脆马上买一部 看谁要卖给我算了 但就是那个路虎啊 有没有 很可怕 所以这个就叫做省小钱 花大钱 花更多的钱 那这个还是你至少得到一个安全舒适 算是大车一个好好的享受 那很多人其实就是 我们最讲的 就是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起 那有些人譬如说 你明明就要用运算比较快 或比较功能强大的电脑 对不对 有些人他就是去买那些省钱的啦 杂牌的啦 然后到最后他可能就是坏掉 那每天要去维修 那如果你是过这种生活的人 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买一个 你值得投资的 大的厂牌 功能比较好的 而不需要每天去担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讲一件事情 家庭主妇也都很能懂 只要那个房子 不管是办公室 或者是但我们还有那个餐厅 如果我有一个经验 我说你装冷气 你要比价格嘛 我觉得其实是不应该的 你应该比哪一个用得久 你不应该只算短期价格 其实投资跟人生的决策都一样 你要去看长期的负担 比如说那种杂牌冷气 不能讲哪一个台 不然他一定会告我 他就刚开始 比如说这一台冷气是 只要四万块 我讲的是营业用的嘛 那一般的可能要七八万 那个我比较喜欢 那个Mizubishi 日立 就是这些品牌 那他的比较上 好像刚开始算成本比较省 没有 他耗电量一定高 差不多一年 可能的耗电量 就多了一万多块钱 尤其是营业场所 还有一种状况是 因为我开过餐厅 那个冷气大概三年四年就坏掉 但是像我家的那种日立冷气 我撑了十八年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不应该去算短期的利润 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有比较长期的眼光 像刚才讲到这个品牌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觉得说 他都花的公告费 广告费 所以你就买的比较贵 其实他花在这个广告费的 另外一个相对的意义就是 他对于品牌的责任 他是比较愿意负责的 有时候买那个大厂牌的东西 就是等到坏掉的时候 其实买电器老实说有一点运气 跟买车子一样 但品牌还是重要 对 有些人就是 哇 我开这个就开得很顺 有些人可能 大家都觉得很棒的品牌 他也许那点运气不好 某些电器他买到 可能有一点故障或瑕疵 可是大的品牌 他会负责 或者是你去跟他抗议的时候 他会比较害怕 他的品牌受损而提供你更多的服务 这也就是一个大钱跟小钱之间 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观点 那你里面有提供 就是同样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了外包 花钱买时间 其实我觉得外包是现在 很多的企业的概念 现在的企业怎么做呢 我个人的原则就是 做不大的时候就做小 就好像 我现在应不应该讲到日本的 我在怎么管公司 好吧就讲一下 大家也不是外人 虽然有很多人 别人也听到了 其实大概是在四五年前 我已经在节俭人力的 因为我知道 可能有公司已经很稳定 长期有一段时间 花不到人 但你这时候应该要请一个员工在那里吗 你感觉好像 就是好几个员工 公司越大 我有个朋友这样 我们两个的决策不一样 他就是要请很多人 搞了一个名设计师的一个大的办公室 还独栋的 其实我跟你讲 他业务量跟我差不多 那他后来就到了疫情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不能在疫情的时候把员工开掉 对不对 员工是会抗议的 日本人抗议很多次 那后来你知道疫情整个他就会无法负担 那我后来就是 大概是在疫情之前 我已经采取了一个策略 我相信专业 我直接跟一个公司 而且是一个有知名大学 有不动产执照的公司签约 我给你管 有多少钱 那你就抽一定的比例 我就是用公司跟公司合作 而不要雇佣员工 其实这是一种很绝对的外包概念 就后来发现我是对的 否则整个疫情期间 没有人可以上班 事实上单一一个人经验也不够 不像这种不动产公司 他真的会处理事情 所以事实上省了非常多的经费 所以你肯给别人钱 有时候呢 你就会不但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其实那个是最省的方式 而且你也是照顾别人的生计 就像我妈妈我训练他自己做检测 这样一两次的经验 他是说很开心 除了得到司机的赞美之外 他在给钱 对我就跟他讲说 你也是自己得到服务 又日行一散 照顾了问奖朋友们的生计 他也觉得自己是因为这一次的消费 变成是一个对社会经济有贡献的 这对老人家很有用 因为你知道已经88岁 到生病生很多年 他会一直觉得 常常我跟他讲 内心会有种自我否定感觉 说我没什么用 可是能够透过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你他本来也不太会体会 你就跟他讲 所以其实一个企业 自主跟外包 他当然有很多需求上面的考虑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外包 但是看状况外包 其实是企业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思考 刚刚你又提到了一个 重点叫没什么用 等一下我要来谈一谈 其实吴又全大人的青春里面 讲的也就是 那你退休生活要什么用 事实上我觉得 每个人都错估退休 这个概念的可怕性 你以为它是一个正面名词 事实上它是一个负面名词 而且包括你的心理会影响重大 那个最重要问题就是 你以前好歹是在做一个 就是赚钱花钱的人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被换养 没什么用 事实上人生所有的问题 你之前没思索过的 全部都会冲过来 幸福好时光 无若全 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 你就观察很细密 事实上呢 你要给 这些人就是他自己已经内心觉得自己没什么用的人 你不是说要给他够用就好 不对 这从来不对 他要看见他的价值 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真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 其实我爸爸之前也曾经陷入一段这样子的状况 但后来他开始交女朋友之后就觉得自己挺有用 你都为别人付出你知道吗 你说对了 他开始比较花钱了 所以我妈可能会不太高兴 因为我妈也觉得我爸爸Q又缺 他在那个 怎么妈妈离开之后爸爸就开窍了 就是啊我完全知道我爸爸 搞不好妈妈也是蛮节俭的 你知道当两个伴侣在一起对不对 譬如说我是老公 我老婆很节俭对不对 我也会不太好意思花钱 因为我花钱有怕他生气 我妈不是节俭的 你妈不是 我妈不是 但是无论如何 但可是我可以也可以感觉到 你说我爸跟我妈的状况 当一个人其实不是节俭 但一个人又很节俭 就算不说什么话 其实心里面那一个圈圈叉叉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彼此是很多的 我跟你讲 说你妈妈不是那么小气或节俭 可是你知道吗 伴侣之间是很微妙的 当我觉得我一无是处的时候 或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用的时候 节俭就变成有用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记住我在带你钱啊老太太 你完全说中了 而且呢 其实这个就跟日本 是不是他们经济已经下行了二三十年嘛 那为什么电视节目里面都是什么 一万元 有没有 一万元还有零元的无人倒生活 对不对 还要比比看哪一组明星 一个月用的钱最少 什么每个月控制在一两万块日币之内 你觉得那个是为什么 就是在经济没有的时候 去察觉有用 其实省钱会达到某种快乐 我年轻的时候也挺省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哇我现在走了 当然不是为了身体健康 我现在比如说提早下公车 走了两站 我觉得哇省那个两块好有成就感 我跟你讲那是不同的心态 就是说等到你发觉 我们在灵性上讲说 我们宇宙是风吟富足的 你该得到你都会得到 可是你熬过那个曾经辛苦 省钱QQ干不干 一步一脚印去省那公车钱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在有风吟的时候你是有信心的 你会告诉自己说 再苦的生活我都能够过得下去 而且我也过过了 所以我根本就不担心 万一我以后没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我怎么办 你知道那个信心 让你的风吟跟富足 是个有底蕴的 因为有些人没有经过那个阶段 他钱怎么来怎么去 他搞不清楚 有一天他真的钱没有的时候 他过得很痛苦 像我们这种苦过来的人 是有底蕴的 就我们在享受跟消费的时候 其实一来告诉自己说 我是值得的 因为我辛苦过 我曾经努力辅助过 第二个会告诉自己说 再苦的日子都过了 万一有一天怎样 我也没再怕 是 那有这个心理的信念就好了 真的我是没有再怕 可是问题是 有些人就一直挨着那个自苦 就是一直在以节俭为了 那个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我每个人都没有 欠钱我最厉害了 那你看我至少我帮你欠钱 对不对 就欠出了一个乐趣 比如说一件汉衫如果破掉 人好几个洞还在穿 真的不得已还要剪一剪当抹布 我就曾经访问过一个这样子的家庭 结果后来呢 我说那你现在应该很有钱吧 他说没有 前年被倒八百万 你一直在专注于那个省钱的小快乐 这种就是磕瓜子 磕了一大堆 然后就 咻一声就被风吹跑了 这个就是真的是时报出版 这个穷斯维富逻辑 就是你的想法让你自己变穷了 你要换一个脑袋 让自己有真正的语遇 那你觉得被诈骗集团骗的人 尤其是就中年以上的人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 他其实真的没有钱 那么或者是想法 他没有历练过社会 中年以上的人呢 他被骗 你觉得这些人是平常慷慨型的会被骗 还是小气型会被骗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小气的人 对 因为其实所有的诈骗都 常有一个埋藏一个 就是一个心理的弱点 其实就是害怕恐惧跟贪心 那他就很清楚怎么勾引出你那个来 因为他其实不是在骗大方的人 对不对 而且老实说当你很大方 你一定藏过苦头了 你的社会历练会比较深 对不对 可是他很在意小钱的人 他就需要步步要求安全 比如说每个人来问你投资问题 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保证 就算我推荐巴菲特的股票 他只能做长期保证而不是短期 但是这诈骗集团就跟你说 你放心很安稳 一个月就是20% 那你就相信了 而且他还会让你藏几次甜头 就前面先拿一点点钱 让你赚一点 其实诈骗集团很懂心理学的 是 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有请那个 就是 心理学专家在后面做顾问之类的 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 钱再赚的确是就会有了 时间呢 没了 就是没了 其实很多的在 钱与这个机会成本的计算里面 也就是很多时候 假设一个饭店 一个便当 五块钱 那有人呢 从早上五点就去排队 你是觉得这个人很聪明 很省 值得夸奖还是很傻呢 因为你可能花了五个小时 你花了五块钱 买个两百块便当好了 你这个还不到最低工资 幸福 说好时光 吴若犬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 他其中有一段讲到了 有一篇文章讲到 剔除不值得花时间的事 哪些不值得花时间 其实刚才讲到就是花时间去排队买一个有折扣的东西 这个就是不值得花时间的事 因为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那段时间里面 他没有一个相对觉得自己更值得去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如果觉得这段时间我去练激励都比来排队有价值 你就会去练激励吗 其实你看到这个排队还有一个每年都有的 就是一大早去哪个公庙排什么母钱啊 纪念币啊 而且现在这个严重到就是要提前三四天去排队 那是怎么排啊 他睡在那儿吗 是啊有些大帐篷有些是用那个椅子板凳 可是你人要顾啊 你不是放一个板凳 你人就走三天之后才回来啊 我觉得这要做一下统计 他们真的有赚到钱吗 要是我会留下每个人的资料 做田野调查 说你上次排这个 你这个平均收入有比较高吗 请交出报告来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做的研究 母钱的效果研究 而且你会发现 就是经济越不确定 经济越不好 或者是整个市场环境越差的时候 去排这种队的人会越多 而且我知道连点光明灯 排队的人也都排一整天的 我们尊重宗教信仰 然后也觉得光明灯如果对你心里有用 其实就是 也感谢有人帮我点光明灯 对啦没错啦 可是我们讲一下就是说 剔除不值得花时间的事情 就是指你可能去花很多时间去排队 只为了得到某一些折扣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好运 对不对 或者是虚无缥缈 我也看过 其实比如说 妈妈都不顾 结果就努力的说 哎呀我帮你点了一个光明灯 这是不是在换自己的心理安慰呢 赎罪卷赎罪卷 原来宗教的赎罪卷真的是其来有致 其来有致 那每个人要获得一个心理的解脱 那剔除不中 就是不值得花时间的 其实淡如的这个熊思维附罗基 其实都有讲到过这个矩阵 人生就是这两个向线的交叉 就是重要跟紧急 那第一向线就是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那第二向线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第三向线就是 其实不那么重要但很紧急 可是通常都是对别人比较重要 那第四个就是不重要不紧急 那你可以从这四个不同的向线里面 去归纳你日常生活碰到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把时间花在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 譬如说刚才讲的十点半就开始悬变当中 就是你如果真的那么难以觉着 你要不要每天就是 反正人家列出要是我啦 真的每天有时候吃鸡腿排骨小火锅都很难觉得 那我就列出来一个顺序 我就三餐照那个点 对不对 一三五吃什么二四六四 不是有时候你还他还回扣 我以前有个那个那个司机还这样子 他还在跑回来 可能找不到就说 不好意思你刚点的排骨没有了 那现在要不要换别的 我现在想说你这个油钱可能就花了三百块 类似这样 那因为老实说重要不重要真的跟你的人生价值观有关系 那我们说上网滑手机这些都是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一个统计的时间嘛 就是你去上个礼拜或上个月或昨天你花了多少时间 其实我看的都很害怕 虽然我是用它在处理公事没有错 对对对 可是你如果只是在看别人的IG 别人的脸书 别人去哪里吃什么喝什么 那除非你想要做一个美食部落客 或什么特别棒 其实那就是所所说的时间都 那个统计下来很可怕 就是你每天花在这些 其实对你人生没有重要贡献意义价值的事情上面 这就是不值得花时间的事情 其实人还有一个时间浪费的盲点 叫做你在事实上对你人生无异的地方 你习惯超前 比如说对不起我要讲到苹果手机 我每次就会看到说快要发售的那天 半夜也有人排队 可是其实早一个小时或晚一天是会怎样呢 是不是 其实这个好像不值得花时间嘛 除非你是3C产品开箱部落客 对不对 对可是有这么多吗 应该没有 它其实是一种心里的时尚感 就是我比你先拿到我比你厉害 但是我们现在要再谈一个 我从这里来谈一个 不是针对苹果 它是好东西 因为我也在用 那么后面牵扯到一个问题 请问所有的妈妈要小孩先跑在起跑点之前 是什么意思 赢在起跑点 对赢在起跑点意义何在 其实那心里面就是怕落后啊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所以大家都是小学的时候强压 然后成绩很好 每个人都告诉我他小学的时候都全班第一名 后来是怎么啦 其实那个抢先时机这一点 站在我们时间的管理跟分配上面 它其他意义就是说 你是不是资源那么有限 如果不是资源那么有限 其实比如说限量50个 那你当然就是前面先到先 不过现在其实也不用这样 你一定要去思考 那个那50个对你有没有用 而不是你抢到限量 对吧 是是 而且现在的老实说 那都是一个噱头 一个正常的商业机制 应该是用预约 而不是让你去排很多个钟头 对不对 就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跟有预约的人 那我们对于这种教育的资源 主要的原因是刚才提这个例子 就是因为人生有很多阶段 然后每个小孩 他的思维的发展 他开窍的时候也不太一样 不是说你5岁去学英文 跟10岁去学英文的人 就5岁那个英文一定比较好 还有脑可以发展到20岁 你知道吗 还有之前学的 如果你有一天就稍微停下来的 答案是 其实一比你聪明的人会赶过去 因为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 那二是 那你前面学一学 后面就会变成王安石那篇叫桑仲勇 就天才而同 后来没有学就完蛋了 所以很多时间是要用在真正的刀口上 应该这样讲 你不要一种迷信 就是教育小孩这种 就一定要赢在起跑点 所以因为我生小孩比较晚 跟那个现在的我的小孩的爸妈 可能大概就是40岁左右吧 他的同学的爸妈 对 最近比较晚 大概40到45左右 对不对 可是我想说大家怎么这么焦虑 而且他们会企图感染你 我觉得你怎么都不焦虑啊 那我心里想说 不然现在是要赢什么 而且是从他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就这样 大家在比谁比较早说话 我说这样是赢吗 说话说老半天 搞不好是三姑六婆啊 是一定要这么早吗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 你要小孩赢在起跑点 然后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甚至你为自己的一些小事情 想要赢人家 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嘛呢 幸福好时光 其实我每次跟吴若全讨论 大概也都只有在 讲他其中的一个题目 其他的还是你要自己去看 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 好 那你觉得什么样叫做 不值得花时间的事情 好 反正就是跟你自己的人生 真正重要的意义没关的 像刚才小孩子要几岁会什么东西 这有时候其实他没有 真的看到小孩子的个别性 就是你不要一直受别人的影响 那你能够避免把时间花在一些 不重要也没有意义事情上面 其实我觉得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远离八卦是非圈 这其实就是讲别人坏话 是其中之一 对不对 可是你像我们刚才讲那个 就比较谁的小孩成绩好 谁的小孩比较早学会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 只要跟你人生意义价值无关的事情 其他都算是八卦的一种 对不对 因为你就是忽略你自己真正的意义跟价值 跟人生对你有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其实还有很多 办公室里面的事事非非 对主管政策一些评论 尤其是一年一开始 其实很多公司都一定会在每一年的年初 就接触一些目标策略跟想法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上班族都是这样 就是老板在讲的时候 然后点头称事 然后问大家有没有意见的时候 沉默已对 然后一离开会议是 哇意见超多的 都这样啊 对对 这个就是一种八卦是非圈 就是你就是浪费时间 在洗手间跟大家一直讨论这个事情 可是公司如果决定是这样 你也没有去反应 你也没有去建议 那就会照着走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觉得它是不对的事情 你做起来也不开心啊 你一整年都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那第二个其实是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就人为什么会花时间去做那个 对自己不重要没价值没意义的事情 就是因为对别人有意义有重要有价值 那别人来请托你嘛 那你一定要适时的有拒绝的勇气 我最近其实我常常觉得这样 我就觉得自己有进步啦 就别人来勉强我 拜托我做一些 我其实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他 这是无效的事情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忙 我帮你介绍了 我的平台给你用了 我的资源给你用 但他就是做不好 那我就告诉对方说 等到那一天你又怪我 就觉得说原来我的平台这么没用 我的脸书这么没用 因为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个有用的方式 所以我就要再事先就跟你讲说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你应该真正拿一点钱 拿一点成本 找专业人去做什么事 那我以前会觉得不太好意思 会觉得对方会不会觉得 是因为我不想帮他的忙 就故意玩具他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说 与其你三个月半年之后 后面怪我 我不如现在先拒绝你 所以我觉得 你看我年纪这么大了 都还不断的在练习 有被讨厌的勇气 这我比较容易 对我知道 我都在跟你学习 我每次觉得我做不出来 所以我就想到 吴淡如会怎么做 我会直接告诉人家厂商说 你这定价策略有问题 而且你这竞争品牌太多 你的价格也不是说 非常的 我只要想到你 要拿出十分之一的勇气 我就可以拒绝 而且我都是面带微笑这样讲 是 然后虽然我知道 你觉得你这里是有什么样的 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但是我知道 而且我还会告诉他说 如果今天 假设我的电商帮你贩售的话 他可能大概就是几十万元 对你也许你觉得 你他说这样可以啦 我说可是对我不可以 对 因为我整个公司的机会成本 是超过这个数目的 那我要替很多人想 不是只有替你一个人想 有时候直接讲开 你讨厌我也没关系 但是总比最后 你其实只花了很小的资源 但后来再来怪我好多了 我觉得在时间管理 我最近 我们真的是二三十岁 就在学这个东西 用在这边 我觉得他就一个人生哲学 他不是在管时间 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你如果现在很怕被讨厌 那你就变成在讨好对方 对不对 可是你到最后就会发现说 这都不是好的事情 因为到最后你也讨好不了他 然后他会更讨厌你 因为你们在做的是一个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跟资源 又无效的事情 是 对 如果你要谈电商 我真的有非常多有趣的例子 看我怎么样应对来说 我们来开一个新节目 谈电商这样 最后其实就是要厘清 自己真正要什么 因为剔除不值得 那相对就是那什么是值得 就像我们刚才说 也许大家觉得说 花时间再送高龄老母去就医 很浪费时间 可是我会觉得 时间越接近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 我就会觉得越珍惜 在珍惜那段时间 因为知道我们大家相伴没有很久 基本上我去看老人也都是这样子的心情 那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苦的事 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也是在享受这段时间 是不是 要搞清楚自己要的时间是什么 不过我后来发现 如果你没有 就是如果你一直活着眼神无光 也别人其实也都清楚 你也没有什么真正要做的事 所以你就会变成 大家运用的闲闲的劳力 这一点其实是一定要注意的 你被视为你的时间无价值 谢谢你收听幸福好时光 谢谢大家